各位同學們,今天我們就承襲著上兩段影片講第一、二節 今天這段會是講第三節 第三節的內容就是西漢國力的擴張 內容量上有點多 我可能也要寫很多字 同學就比較專心 看不明白就看幾次 但其實難明白的地方不多 只是內容上比較多 我們繼續講 上回就講到漢武帝 漢武帝在位 我都提及過,漢武帝在歷史上是一個非常厲害的皇帝 他在位是54年 他在位54年期間,整個漢朝 或者我們之後會分成西漢、東漢 他將西漢帶入全盛時期 全盛時期很厲害 他之所以可以帶入到全盛時期 都有些原因 其中一個是他累積了民警之治 如果還有印象的話,他也是累積了民警之治的財富 以及之前他做過的削減諸侯國之後 做到的中央集權 可以得到全面的貫徹 漢武帝去到諸侯國都沒有了 財富很多時候 他就不再以無謂意志 不再以無謂意志 去治國 去治國 因為無謂意志 治國綱領是怎樣 什麼情況之下要用呢 就是當大家 當整個國家 整個社會都疲弱 或者已經打了很多連仗 很累 用這個無謂意志的綱領去治國 但是去到漢武帝 帶西漢進入全盛時期之後 其實都不太適用 而更加適用的是一些 或者是說漢武帝可以有能力 去進行多一些大刀闊斧的改革 這次會講的 改革內容 有分幾樣的 第一樣 第一樣 就是思想文化方面 你們寫筆的時候都可以這樣寫 分開不同方面去講一些政策 思想文化方面有什麼呢 那我用ABCD去分 OK A 就是有一位人兄大家都要認識的 就是叫董仲舒 董仲舒 董仲舒 除了影響整個漢朝之外 其實都影響了好幾代的中國人 好幾代中國人 甚至乎影響到近代的中國人 都是這樣的 為什麼說他影響這麼深呢 是因為他帶出了一件事 叫做什麼呢 如果你們有看過書的話 你都會看到的 這個字 中間這個字有幾個讀音 分別是什麼呢 分別可以讀做絕 音來的 可以讀絕 或者可以讀出 我通常都會讀開絕 霸絕百家 霸絕百家 讀磚語術 讀磚語術 這個語就是指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 即是孔子孟子孟子那一套 絕百家的意思 即是指他不再 好像過往的一些朝代 類似秦朝 其實他是鼓勵百家真名 百家真名 即是每一套學說 他都可以用來治國 只要取不同學術的精鑰之處 就可以用來治國 但是董仲書在武帝這個時候 提出的一個人叫做霸絕百家 就說不再用其他家 例如什麼呢 法家 或者無謂而知 那個是什麼家 就是道家 一些法家道家的學說 我們不再奉得那麼厲害 不再奉承那麼厲害 而是獨尊儒術 我們專以儒家那一套學說 去做治國的政策 那麼儒家學說有什麼特別呢 儒家學說呢 其實大原因就是 用來加強中央集權 好奇怪 儒家學說 儒家學說 關這個中央集權 什麼事呢 一句話 可能同學都聽過 就是 君君神神 富富富之之 君君神神 這句話我經常都說 君君神神 富富之之 這句話 每一次我要說起瑜家學說的時候 或者用一句簡單解釋,當然不深入,很簡單解釋什麼叫儒家思想 我通常都會用這一句很容易記的句子去解釋給同學聽 君君神神父父子子,君君神神父父子子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指做君主的,要有君主的模樣,包括什麼呢?要有威嚴,高高在上,這一類 做神子的,這個神是名詞來的,做神子的就要有神子的模樣 例如是什麼呢?你要中君,你要愛國,你要為了你的君主犧牲之類之類 這句後半叫做爸爸的,你要有爸爸的樣子 我想去到現代都不少父親是這樣的,很多爸爸都是在家裡威嚴一點點 最少我爸爸是這樣的,威嚴一點點,跟子女之間的距離疏遠一點點 因為要有那種,我不知道怎麼說,有一點高高在上,很難親近的感覺 這是做爸爸要爸爸的樣子,做兒子的要兒子的樣子,你要怎樣?你要孝順 你要親家人,主要是親父母,當然這個子子 要親父母,都包含了很多背後的東西,包括你做兒子的,你將來要生兒子 因為你要為你家傳宗接代之類的那些 這套就是叫做儒家學術,只是一個簡單一點的解釋 整個八絕八家獨尊儒術的中央集權是加強在什麼位置呢? 就是加強在中君,大一同的思想 其實去到今時今日的中國都有這種叫做大一同思想 我們跳回去很多年前,二千多年前的時候 即是戰國,或者是周朝,秦朝的時候 其實沒有一種叫做大一同思想 對於當時的人來說,可能我們住在香港,或者是比較南方的人 對於中國地域的分別不是很深認識 如果你打開中國地圖的話,其實中國的版圖很大 對於古時候的中原王朝來說,中國這一個地方是切開了很多個 包括齊楚英航趙偉秦,你讀過齊楚英航趙偉秦 對於當時的人來說,沒有一個說法就是 可能我是楚國人,我不會說我是中國人 也不會說我和旁邊巡國人,我們都是一同一個地方的人 或者是一同一個國度的人,不會這樣的 因為他們就沒有一種叫做大一同思想 大一同思想基本上,其實要去到漢朝的時候 你才能真真正正確確立到 因為就是去到漢朝才叫做一個穩定的同一國家 因為秦朝的時候,很快很快就又分一分列 去到漢朝的時候,大家都開始就有一個念頭 就是我們是同一個國家的人 即是無論以前的一個地方是楚國也好,或者秦國也好 去到漢朝的時候,其實大家都叫做漢朝的人 直至去到二千多年後的現在 二千年後,差不多二千年後的現在 大家都會說自己是漢人的原因 其中一個就是,源自於當時的一個大一同的思想 當時是剛剛好形成的 這個就是董仲書提出霸絕百家,獨尊漁術 而漢武帝是很喜歡的,就起用了董仲書這個政策 用來控制人民的思想文化 控制人民的思想文化 其中一個都頗重要的就是中軍,中軍外國 好,B,在長安創建泰學 不是大學,雖然意思差不多 創建泰學 長安就是當時的首都,創建一個叫泰學 泰學有什麼用呢?就是令到國家得到未來的人才 跟我們現在的大學都類似的 只不過我們現在的大學多很多 當時來講,長安創建的泰學 就是說那些獨得書的人 我們結合在長安的功成裡面 即是皇宮裡面 由五位叫做五經 也不是五位的,而是專設了五經博士 有博士的,五經博士 那邊五經呢,自己上網找一下 五經博士 這五經其實都是一些不同的儒家經典 即是孔猛學說,都是教一些儒家 即是跟上面的獨尊儒術 同一個目的 就是教一些儒家經典 有一個叫做五經博士 有五本不同的儒家經典 有五位專門的博士 這個博士跟我們現在的 現在大學的博士 是不同的 這個博士就是指博覽群書的人 這個意思 就是知道很多東西 在一本儒家經典裡面 知道很多東西的人 這個就是五經博士 那就專門教哪些人呢 教一些人叫做博士弟子園 類似我們現在的大學生 但是他們跟現在大學生不同的 就是他們讀完書 就不像我們現在 到處找工作 他們是要每年經考試之後 就是入市為官 就是他們讀太學 讀書 其實就是會做官的 就不像我們現在去賺錢 做官的 為國家效力 這個就是第二個了 C C C 就是 有一個叫做刷舉 刷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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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為了招攬這個國家人才 用來招攬的 這個和上面那個國家人才 由我自己一手一腳培養出來不同 不同的地方就是 這個招攬國家人才 是要經這個地方推舉 一些叫做才德兼備的人 才可以去到經司 通過考核去做官 都是要通過考核 但是這個不同的地方就是 會由不同的地方 推舉一些人 例如我自己做皇帝 或者我是某班某班的班主任 我不知道原來很遠的其中一班 有些人很聰明的 我要找人幫忙 我都要透過其他老師推薦給我 才會認識其他同學 類似是這樣 就是 國家很大 很多人才 但是我一個人 或者是 整個朝廷看不完 就要透過地方推舉一些才德兼備 才德兼備 都很強調要才德兼備 這個德其實都很重要 對於儒家學說來說 德是比較重要的 包括什麼德呢 可能去到東漢時候 這個詞號會說 東漢時候 有一件事叫做孝廉 孝廉 孝廉的意思是 你是一個很孝順的人 你是一個行為品德上 很乾淨的人 這一類人 更加容易被推舉去做官 很多不同的人才都是透過這個地方推舉 這個賊舉制去到京城做官 這個就不多說了 你只要知道有一個賊舉制 去幫忙收攬一些國家人才就可以了 這一塊的還有一個 就是一個詩人政府 詩人政府是什麼呢 其實很容易明白 就是政府開始由讀書人去形成 這個詩人就是自己讀書人的意思 詩人就是讀書人 其實跟漢初 或者是以往一點 可能是秦朝 或者是春秋戰國 或者是周朝也好 其實不同的了 因為以前治國的 主要是一些分紀類 這個你可以記不記得 我照說的 一些軍事的功臣 一些貴族 或者是一些叫做 和一個家族的人 很多都可以歸類貴族 尤其是漢初 漢初都是以軍事功臣 和一些劉士的貴族去主政 即是說 無論你是聰明人也好 或者是你是讀書很厲害也好 你沒用的 因為你不是功臣 也不是姓劉的貴族 所以你是沒什麼可能去主政 但是到了武帝這個時候 就開始改到有很多儒生去參政 儒生 儒生 儒生有兩個含意 其中一個就是讀書人 另一個含意就是 儒家學說下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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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當時的人來說 做得學生的 讀書人都是讀儒家學說多的 因為要做官 那也是叫儒生 讀書人 由軍事功臣和貴族主政的 政府變成是由士人 讀書人 或者是叫做不再考你的家底 不再是你爸爸是誰誰 而是讀書人 讀得厲害的 或者聰明的 都可以做官 加入政府做事 這就是第一個 思想文化方面的四個 思想文化方面的四個 接著就是第二個 我是用什麼 用一二 就是經濟方面 經濟方面的第一個 A 其實應該在上面用AB 下面用一二 A 就是 重視推動農業 其實這個也很空凡 重視推動農業 類似我上一段影片這樣說 可能 包括什麼呢 包括減稅 或者是另外一個叫做輕建水利 因為耕田要用水 或者輕收水利 輕建水利 都可以 因為耕田要用水 如果 還有印象大宇治水的 我都知道 因為很多時候會有黃河泛濫 其實也不只黃河一條河泛濫 其實很多地方都會有河水泛濫 要輕收水利 令到農業可以慢慢進一步發展 這是第一塊 第二塊 就是推行一些新的經濟措施 這個比較多 新的經濟措施 包括什麼呢 這次我用什麼呢 包括1 我用這個 這個1 1 改革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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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還有印象 我之前說過 就是 那些諸侯王 是可以有一個叫做住幣權 就是自己去住造自己 那一個地方用的錢 容易導致一個國家的貨幣混亂 去到漢武帝的時候 他就改革了這個幣 因為都沒有什麼諸侯王 不會再由不同的地方去住造自己的錢 而是由國家統一去住造五朱錢 那這個 效果和現在的 現在的中國 現在的中國那方面 中央銀行 中央銀行 有點像 就是由國家統一去住造 決定住造多少錢 那就 不擔心那些錢 流通了多少 或者是 你會不會因為想要多些錢 就住造多些錢 因為會有通貨膨脹問題 那這個通貨膨脹問題 就問回你們的 數學老師 或者econ老師 我就不多解釋了 那就是做了這件事 行武帝 問你爹地媽媽 可能都認識的 通貨膨脹問題 因為他們每天都在經歷 人工沒有變 但東西貴了 究竟原因是什麼呢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就自己問回econ老師 第二個 他寫得很噁心 鹽鐵 國營 或者你喜歡 反過來寫國營 鹽鐵都可以 鹽鐵國營是什麼呢 就是指 三樣東西 其實不只鹽鐵兩東西 是三樣東西 鹽 主鹽 主鹽 主鹽要靠海 主鹽 主鹽 第二就是野鐵 野鐵 野鐵的野字 我寫在這裡 兩點 不是獨自 不是自鐵 野鐵 野鐵 斷造一些鐵器 斷造鐵器 還有第三個 第三個叫釀酒 釀酒 釀酒都賺很多錢 釀酒 野鐵和主鹽三個東西 其實是賺很多錢的 去到阿漢武帝的時候 這些主鹽 野鐵和釀酒 就不給私人做了 全部交由國家專營 國營的意思就是 由國家專營 私底下 你們是不可以釀酒的 就算你很想釀酒也好 你們是不可以釀酒自己喝的 因為這個是犯法的 不止中國 股市場是這樣 其實歐洲很多地方 都曾經把釀酒是國營的 因為都賺很多錢 這也是增加收入的 第三個就是 維持物價 哎 糟了 沒有電 第三個就是維持物價 那我要 插一插電才到的 那我 怎麼辦呢 沒有電 這支筆 我照說 我照說 我用打字的形式打下來 還是怎樣呢 用打字的形式打下來 其實可以這樣 剪掉了這筆 應該可以直接寫 可以嗎 不行 不行的 我要插一插碟 不要緊我只要說 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 遲下我會把整份 影片的講義 即是 我在說什麼 整份筆記 我會再上網 給大家參考 我會再上網 那我照說下去 這個 寫到這裏 沒有電 沒有辦法 我會再插電 下一段影片就會看到 第三個就是 維持物價 維持物價 它有一個東西叫 平准法 平就是 平伏的平 准就是 准成的准 平准法 去維持 用政府 去維持 市面的物價 例如 其實 中國 都正在用 現在有些地方都正在用 就是 由這個 中央去維持物價 包括什麼呢 可能你賣 賣菜 我會規定 你的菜 一定 不能貴過多少錢 多少錢賣出去 那些 賣菜的 一定要跟著 政府的規準 去買 價錢 不會賣貴 那 換言之 那些賣菜的人 可以用一個 不用怕 那些東西會突然變貴 那些賣菜的人 也不怕 那些東西會賣便宜 不會突然跌 價跌得很厲害 那這些物價 是由中央去維持的 這就是第三個 那第四個就是 寫著就寫 均書共品 均書 平均書送的意思 平均書送 那這個均書共品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指 那些地方的共品 地方共品 就是可能你們要 拿些共品給我的 那我就說 不要了 不用送來我家這麼煩 不要送來我家 就是不要送去京師 不要送去京師 長安這麼遠 可能你在廣東省 又送去長安很遠 那我就說不用了 我說不用送這些東西過來 那轉去哪裡呢 就轉去一些缺乏 那樣東西的地方 然後去賣了它 這個做法很聰明 這個做法就是 可能你們 荃灣那邊 缺少糧食 那你本身要在西貢那裡 運一些糧食 來攜充給我 就說你不要運給我了 你要運到荃灣 然後賣了它 賣貴一點 因為那邊少 賣貴一點 一來就用來減少運輸費用 二來賣了的東西 是可以解決到一些地方的財政問題 又或者反過來 我在你那裡賣了的東西 那我賣貴了 那我就買回一些 買回一些我家長安京師 沒有的東西 或者這一頭缺乏的東西 買完之後你再運回來 那整件事就是一個加減數的問題 就是本身這一塊在我這裏5元 那你在那裡賣就賣10元 賣完10元之後 再買回一些我這裏賣10元的東西 你那裏賣5元的東西 那本身我這裏只能買到一塊 那你就買回兩塊給我 那這是加減數的問題 應該很容易明白 你都長大了 那些算數的問題都很簡單 那第三塊呢 哇第三塊這個字 我應該不懂 你要看回 這個有點難搞 我看看打不打那隻字出來 應該可以的 打到 這個字 沒有色的 看到了 怎麼放大 這個字 看得不清楚 啊 就是上面的文字 下面的日字 那我不搞它了 那這字都是讀文的 那就是徵收算文 這個算文是什麼意思呢 算文呢 就是跟商人貨的稅 商人貨的稅 就是你商人賺到錢了 你要貨一些稅 就是我政府要收回一些稅 這個很簡單易明 只是一個名詞 是新一點點叫算文 如果你們以後 如果以後 測驗考試會出 或者是問你們的話 你說 向商人徵收 重稅 其實都會接受 除非 真的叫你背了這個字 暫時 我都沒有這個想法 要你們背了這個算文 這個字 其實內容就是 向商人貨以重稅 收重稅 目的就是什麼呢 就是增加中央收入 其實跟現在 我們邏輯上 現在我們現代都是這樣做的 就是收稅 收稅就是為了增加收入 增加收入之後 才可以有東西做到 這是第二件商業的問題 經濟方面的問題 第三方面就是軍事方面 第一件 第一件 軍事方面的第一件 就是 漢武帝做了什麼 第一件就是 北伐兇奴 還挺有印象的 兇奴 兇奴一直都在 漢朝的北方 經常都搞搞震 就算之前 漢高祖劉邦 不是和親了 就算和親了做了親家 經歷了這麼多年之後 已經不親了 經常都男侵 去到漢武帝的時候 派遣了幾多 其中兩個派遣了很多大將軍 其中兩個都出名少少 一個叫衛青 衛青 衛就是防衛的衛 衛青 青就是青色的青 我們經常說青色的青 衛青 派遣了衛青和霍去病 霍去病這個很有名 霍就是霍元甲的霍 去病就是離開疾病的意思 去病 霍去病 這兩位大將軍就出征大莫 去到漢武帝 不乎兇奴這段時間 其實兇奴也有一段時間 是不敢藍侵的 打到他們服的 不乎兇奴 第二 舊軍事方面 就是他溝通了西域 這個溝通的意思是 指聯通了去通往西域的路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他一開始是為了聯合西域去抵禦匈奴 因為要叫朋友一起去打匈奴 或者防禦匈奴 於是派遣了一位叫張謙 張謙出使西域 張謙出使西域之後 就打通了絲綢之路 漢武帝也在河西切了四棍 那四棍你們的書有沒有呢 看看 四棍書都有的 最底下有寫到 那四棍就是敦煌 走傳 張奕 武威 這四個 對於我們近年來說 通常聽到最多就是敦煌和走傳 敦煌和走傳 因為有一個石窟在敦煌 你搜尋一下就知道 敦煌有一個古窟在那裏 挺漂亮的 走傳之所以多聽 因為走傳有一個火箭發射牆 走傳火箭發射牆 近年都常聽的 因為經常有火箭飛上天 這四個地方 敦煌走傳 張奕武威 切了這個河西四棍之後 就從此打開了一個叫做絲綢之路 打開了絲綢之路 那絲綢之路的命名原因就是 因為它一開始是 去到和平的時候 就是中原和西域之間一條交流之路 通常運一些什麼呢 就是由中原運一些絲綢去西域 所以就叫做絲綢之路 這就是軍事方面的第二點 第三點 第三點也很容易記 就是拓展了一些僵域 拓展僵域去哪裡呢 四周拓展 你當作四周拓展 尤其是什麼呢 尤其是東北和南方 東北將中原的僵域 即是漢朝僵域拓展去哪裡呢 拓展到現在北韓 現在北韓 現在北韓的地方 那你應該看書應該有吧 對 看書的120頁其實是有的 拓展到現在 其實都不像北韓 整個韓國都差不多包含了 東北方和南方 南方去到越南 現在我們的越南那一頭 拓展到東北和南方 以及切棍去管理 從此短時間的 切棍去管理這些地方 收納為漢朝的僵域 這個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思想文化方面 經濟方面 以及軍事方面的 三個漢武帝 做了一些大刀斧斧的改革 那 講到漢武帝 就講到晚年 晚年在位的時候 其實漢武帝在 老了之後 他的個性跟以前完全不同了 我們叫做藍原不設 不同了 他變得很奢華無盜 窮奢極恥 又很迷信 導致民間的生活都很艱苦 他除了奢華 窮奢之外 其實也很迷信 書是沒有說的 我也可以當故事講給你聽 這個不用記 他是因為迷信 而殺了自己的太子 因為本身立了太子 他因為迷信的事件 聽信了一些迷信的事件 殺了太子 殺了自己的皇后 皇后是為子夫 也很有名 想知道多些詳情 就自己搜尋一下 現在家裡有空搜尋一下 漢武帝和為子夫的故事 其實也挺值得聽聽的 愛情故事 剛才說到的衛青 就是為子夫的弟弟 可以自己找找 到武帝做過那麼多壞事 其實也不叫壞事 而是他盛情大變元之後 到他很老 看到民生這麼困苦的時候 他也自己下過一些詔書 去反省過錯 那些叫做 古時候皇帝叫做 醉己詔 醉己詔 那篇詔書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錯了 我早點有什麼不好 他下過詔書去反省過錯之後 他也痛改了前妃 其實痛改前妃 也沒有用 因為他那時候已經很老 然後就講到他嘉賓 武帝嘉賓之後 就由他的小兒子 漢超帝 漢超帝 去繼位 漢超帝的名字 其實書就沒有 不過他叫做劉忽寧 劉忽寧 可以自己上網找一下 因為我現在寫不到給你們看 漢超帝劉忽寧繼位 由於 超帝繼位的時候 登基的時候 很小 於是乎 武帝就安排了一位 叫霍光人 霍 也是霍元甲的霍 霍光就是光明的光 霍光的附證 霍光這位人 在歷史上也很有名 霍光的附證 劉忽寧 即是漢超帝 在位13年之後 漢超帝也算短 漢超帝也算短 即是前期的皇帝也算短 13年是嘉賓 因為漢超帝沒有兒子 沒有兒子 沒有兒子 總之沒有兒子去繼位 於是霍光 就在武帝的孫裡 選了一個來繼位 武帝的孫 其實和漢超帝同輩分 都是武帝的孫 不是 我說錯了 是武帝的孫 漢超帝武帝的兒子 選了武帝的孫 劉鶴去繼位 劉鶴就是之後的漢孫帝 不是 我又說錯了 劉鶴很奇怪 他出名的原因是 因為他之後 有一個墳墓 近年被人掘了出來 有一個墳墓叫海昏侯 他之後叫海昏侯 他當時是選了武帝的孫 劉鶴去繼位 不過繼位了27日之後 霍光就不喜歡他 你說霍光多厲害 當時權神霍光多厲害 他厲害到可以覺得 皇帝選完之後 不行 你行事不像一個皇帝 我就霸絕了你 我可以選皇帝 要還是不要 就霸絕了 被霍光霸絕了 這位劉鶴就是之後的海昏侯 海即是大海的海 昏是昏容的昏 喉即是喉著的喉 海昏侯 他現在的墓也很出名 被人掘了出來 很多歷史文物在一邊 劉鶴就因為海昏侯之墓 被人發掘出來 然後才非常出名 他當不當是皇帝 也當是皇帝 不過書裡面沒有零零四四說 被人廢絕了之後 果游 這個才是我所說的 果游 武帝的真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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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背份 就叫劉鶴去繼位 就是當時的漢孫帝 名字你不用管 背份也不用管 你知道有一個叫漢孫帝 漢孫帝繼位就可以了 連同前面剛才說的 超帝和孫帝 兩位皇帝 中間那位劉鶴的海昏侯就不算 超帝和孫帝在位期間 做了些什麼 就是輕饒薄庫 輕饒就是那些人 精召的人去做孤雷 就是可能建成牆 或者建自己宮殿 那些就減少了很多輕饒的 你不用做很多孤雷的工作 薄庫就是我收的庫稅很少很少 輕饒薄庫 重視利智 就是很重視官員做得怎麼樣 做得好不好 是不是有沒有貪污 之類的 很重視 令到整個西漢的皇朝 經歷了剛才我說 學武帝晚年的時候 那些民生很痛苦 就經歷了學武帝這段消耗之後 再由超帝和孫帝這段時期 再次輕盛回整個西漢的皇朝 超帝和孫帝治理國家這段時間 就史稱為超宣之治 超宣之治 就是這個第三節的全部內容 以上 下一段就會開始講 聖元之後 現在輕盛 一定會衰辭 下一節就會講西漢國歷的衰辭 還有有一位人興很有名 黃莽 黃莽散漢 中間很短一段時間有散過漢 今天也應該講了很長時間 同學努力溫習 我也知道你應該不會這麼乖 開著專心這樣看 我建議你無論是在打機也好 或者是在做其他事情也好 你開一段Youtube影片 來聽著 你當是溫習 好嗎 自己再做一些筆記 希望大家 注意身體健康 這段時間我明白也很難捱 大家都很寂寞 大家都很寂寞 其實我也很想見大家 馬Sir會將這個 全部的講義 講義就是我講過的重點 我會全部整理成為一個文檔 我會再上網 同學記得好好讀書 OK